OK,Chapter 4,4.3,Limestone, Chalk and Marble 在Rocks and Minerals的裡面,我們集中講一類的岩石,就是Limestone, Chalk, Marble 這三種的岩石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它們都有同一種很重要的化學物,就是Calcium Carbonate Limestone其實是比較硬的,很普遍的,另外Chalk是比較軟的 所以很早期的時候,那些人就是收拾這些Chalk的岩石用來做粉筆 所以後來粉筆才叫做Chalk,而不是因為Chalk才有岩石 不過現在很多時候那些粉筆已經不再用這隻岩石做的了 現在很多時候我們買到的粉筆都是在工廠製造的,那些就不是Calcium Carbonate 那些就是Calcium Sulfi,Calcium Carbonate formula就是CACO3 OK,另外Marble就是那些雲石,那雲石其實裡面的精體漂亮很多的,也堅硬很多,也是貴很多的 那這個就是Limestone,有時候你去旅行看到很多,不一定在中國,在澳洲,在美國,歐洲 其實很多這些Limestone的顏色 這個就是Chalk,這樣隨便收拾一塊,然後就可以在牆上畫 比較軟身的,很容易畫在牆上做粉筆 另外這個就是很多時候大家在家裡,可能在舖地板,或者一些商場 都是用這些做一個surfacing的,一個表面的平滑有靚的一些雲石 Marble 那他們三種的銀石都有共同點,就有Calcium Calcium Carbonate Calcium Carbonate 就是CACO3 那你記得Calcium是二症,Carbonate就是二負 那所以呢,他們的formula就是CACO3,是一種Ionic Compact 好,那其實這三種都有Calcium Carbonate 那他們其實都是來自很多百萬年前,那些化學家 那些化學家認為很多時候就是有些海洋生物,他們很多時候都有些背殼 下殼、蟹殼、背殼,當他們死了之後就沉了去海底 那就是海底的地方又深了,所以很多水壓很大的,high pressure 那壓著壓著很多年,很多年之後呢,他們壓著壓著 首先就會變成一隻沉積岩,那隻就是chock了 那裡面其實就有很多Calcium Carbonate 這些的chemical 好,然後慢慢一年兩年一層兩層的去積壓之後呢 他們就經過地殼的變動,他們慢慢進入到地底的深淵 那裡是hig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那它就開始轉化這個岩石,進入到第二類型的形態 那些就是Limestone了,堅困很多了,開始改變裡面的structure 那接著再久一點,再進入到地底的深處 因為地殼的變動,它的際緣不同之下呢 在再極度hig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再進入地深 那些Limestone就慢慢就開始融化,然後慢慢grow crystal 然後呢,在那個高溫低溫慢慢凝結的過程呢 就開始出crystal,那就很漂亮吧 那就變成那些混石,就變成marble 那所以你看到呢,它是由chalk,是吧 它應該說最開始由shell,是吧 很多那些貝殼蝦殼蟹殼蟹殼,這些學類的東西 或者珊瑚都是,死了珊瑚都是有很多這些calcium carbonase的資格 那慢慢呢,最後一層一層一步一步進入,慢慢變marble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這些Limestone的裡面,或者這些chalk的裡面 有時候看到這些貝殼的化石,fossal的,這些化石就是因為 所以為什麼那些科學家會這樣鼓呢,他們是來自古海洋生物的shell聲 好,那Limestone有什麼用途呢,Limestone很多時候用來做建築材料 那例如尤其是可以用來做水流那些,Cement,那些三合土的那些鷹泥 用來做鷹泥,加了水之後慢慢就會硬化,那也可以用來做玻璃的,OK 那玻璃呢,其實就是這些silicon dioxide再react with calcium carbonase的東西 再可能混合了其他東西,一個變加熱 混合了變成一個mixture的東西 那麽就比較低一點,相對於那些Ionic compound,那些methal compound 那麽他們就會溶,那都要成一千度攝氏,那都不低的其實 那麽很多的methal compound,他們可能超過千幾二千度攝氏 那麽所以製造玻璃,在幾千年的人類歷史裏面 玻璃的工業呢,就是由這些這樣的岩石 怎樣混合加熱又溶到開始,變成一些很靚的透明的玻璃 另外chalk呢,剛才所說的,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可以做到一些建築材料 用來做紙,有時那些紙沒有那麽容易透光,寫字會穿底 就是因爲它夠厚身,有時加了一些chalk 有時可以做plastic,ceramic就是那些陶瓷那些 用來做化妝品的cosmetics,還有用來做多些油漆,用來油漆的 都是很適合用的,marble剛才說的,buildings 用來做那些,譬如桌面,是不是?一些雲石的桌面 monument,類似一些墓碑,interior decoration 很多商場的室內的decoration都是用雲石 Statuary就是那些雕塑都是用這些,很多雲石的雕塑 很搭配的,這個就是Cement 這個剛才沒有特別提及的,有時Limestone 那些calcium carbonate後面說會跟酸反應的 所以有時可能那些泥土酸太多種不到東西的 我們就會噴,就是去灑這些calcium carbonate的粉末 就是在那些泥土上面,然後才種植物,中和酸性 neutralize the acidic soil,令到他們可以生長植物 那些蔬菜生長得更加健康 這個就是那些雲石那些,那些 decoration 好,接著更加重要就是chemistry的東西 究竟它們有什麼反應呢? 我將焦點擠起,都是這個主角 calcium carbonate 那它究竟跟水有什麼反應呢? 跟exit有什麼反應呢? exit我們主力就說hydrochloric exit 加熱又有什麼呢? 熱就不是chemical來的,但是就是一個能量 那樣可能會令它轉化 好,第一個說一下水 水是跟calcium carbonate是沒有反應的 no reaction 而且它不溶在水的 所以有時都要留意 有東西看就是chemical properties 但是沒有東西看,其實都是它的chemical properties 就是no reaction 所以有時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chemical properties的描述 是一個範疇涉及 都是有沒有substant form 有和沒有都涉及chemical properties 好,另外就是exit 我們集中講的exit 就是這個世界很多種exit 這裡我們集中講的hydrochloride exit 大率的,氣息的 因為太濃的就怕危險 好,那我告訴大家 這個結果 這是要背的 calcium chloride carbon dioxide and water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一條文字方程式 word equation 那裡面就是 把上面第一點的東西寫出來 calcium carbonate re-add with 即是加 hydrochloride exit 那就會to give 那就是箭嘴 會變成什麼呢? 就會變成calcium chloride 就是carbon dioxide and water 那這些呢 就加上去就可以了 那次序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可以 箭嘴前那些呢 可以調轉哪個加哪個都可以的 箭嘴後那些又可以 三隻東西 可以撈亂寫都不要緊的 OK? 那好像數學那樣 A加B 就是等於B加A一樣 所以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們在中三 我們學了五六七八貨 其實我們學了將它們翻譯 所以我們都要學一下 比如calcium carbonate 在第七貨 或者我這貨都經常說 就是CACO3 Hydrochloride exit 其實在第八貨 也會說Hydrochloride 它溶了水就變成Hydrochloride 那如果不懂 就用這些一貨核 第四貨核 那就是HCl Calcium chloride就是CACL2 Carbon dioxide就是CO2 第八貨核 而Water就是X2O OK? 暫時來說 我們寫到這樣就夠用了 對不對? 那第二 因為我們 今年中三 我們沒有學完 第四貨的 Supplementary notes 如果學完那一貨 所以我們可以加上2 去平衡 去平衡 Balance 就學Balanced equation Balanced chemical equation 令左和右都平衡 相等 但不要緊 今年不學 明年中四 第一課 我們要帶筆記回來 我們再學 也不要緊 今年我們最重要 搞好一至八貨的基礎 好 另外一個化反應 就是加熱 OK Calcium carbonate 在加熱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Calcium oxide 還有出Carbon dioxide 好 把它變成Word equation 那你就把它變成 chemical name 再寫回去 Calcium carbonate 就會變成Calcium oxide 加Carbon dioxide OK 那就翻譯回去做 formula 就是CACO3 Calcium oxide 就是CAO 一個二症 一個二負二比二 到最近一比一交叉 另外就是Carbon dioxide 就是CO2 OK 好 那特別要留意 這個燒完出來的 那隻Calcium oxide 過去幾千年 人類 無論中國還是外國 都用得很熟 沒有chemistry之前 都進行這些化學反應 在工業生產上面 農業上面都用很多 我們有個名字 叫Quickline 一個common name 不過後來在200年 我們發現它裡面的chemistry 是Calcium oxide 就是CAO 但是今時今日 我們仍然很喜歡叫做Quickline 中文名叫山石灰 山石灰 山的 有山就自然有熟 是不是 那我告訴你 如何是熟 第四頁 所以當你將它加熱 用Bunson burner 將它加熱 的時候 這個Calcium carbonate 就會開始 Decompose 它就會 掉了CO2 而剩下的東西 慢慢就會變成Calcium oxide 這個東西 那你記得Carmen dioxide 是氣體 好 這個Calcium oxide 我們叫做Quickline 要背 好 這些甜蔥 Fu in the Blends 我很喜歡考 那Calcium oxide 遇到水 就會進行發反應 會變成Calcium hydroxide 的Solid 又是有個名字 叫做State line 那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產生大量的熱 Large amount of energy Heat set producer 我們以前的人 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加了水之後 好像越來越熱 好像煮熟了它 那我們就叫這一隻 白色的粉末 就叫它做熟石灰 那就將山石灰 山的石灰 加了水 不是加熱 加水之後 放大量熱 就好像煮熟了它一樣 就變成熟石灰 變成Calcium hydroxide 還有放大量熱 我們將它翻譯 做這條Word Equation 那就將Calcium oxide 加水 就變成Calcium hydroxide solid OK 我將它翻譯做Formula Calcium oxide 就是CAO Water就是X2O 而它會變成Calcium hydroxide solid 就是CA OH2 OK 這是第七貨學的 這些翻譯做Formula OK 那當然前面的Calcium oxide 和Water 可以混亂前後射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在箭嘴的左邊 OK 這個Calcium hydroxide就是熟石灰 是不是 好 如果你再加多一點水 因為它會溶溶的 所以當你加多水 那這個熟石灰就會溶下去了 這個熟石灰就會溶下去了 這個Calcium hydroxide就會溶掉 如果它溶掉水 它會溶掉水 那它就會變成Calcium hydroxide solution 這個就是你們從一開始學習學習 我們很熟悉的朋友 叫做Line Water 原來Line Water就是Calcium hydroxide 不過是溶掉水 變成Solution OK 就是這個東西了 所以它又不是一個化反應 所以就不特別寫一條Equation 那它就變成Calcium hydroxide solution OK 就是Ca-Ox2 好 這東西你們在方溫的時候已經開始學了 原來它遇到CO2 就會turn milky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原來就進行以下的化反應 就是遇到CO2 會產生一種不用在水的Calcium carbonate 剛剛剛剛開始說的 Calcium carbonate 原來是不用在水的 而它是白色的 所以我們發現它是一種white precipitate 所以我們看上去那支東西 就會是白色的 很多一點點的沉澱物 precipitate 這樣看上去 我們就比喻為好像奶 milky 奶白色 OK 其實就是因為產生這個Calcium carbonate 那我們把它翻譯成Word equation Calcium 加了Carbon dioxide 就會產生Calcium carbonate 和出水 這些都是要背的 OK 好翻譯它做CAMCO equation Calcium carbonate 就是Ca-Ox2 加了和加Gold carbon dioxide 那它就會成為Calcium carbonate 和出水 好嗎 這樣 中三完結這課程的時候 我希望同學當日都是很自在地 隨時可以翻譯我們常見的chemical做chemical formula 在常見就好了 在我們的筆季過去那麼多條片的裏面 全部跟你不厌其犯逐个写过,这些就一定要熟练 那你有没有留意,就有一个圈,就是我们最开始的Kalcium Carbonate 当你加热的时候,它会变成Kalcium Oxide 当然它会变成Kalcium Oxide,当然Kalcium Oxide遇到水的时候 这个Kalcium Hydroxide遇到水,它就会产生Kalcium Hydroxide 这就是Solid,这叫Slick Lime Kalcium Oxide叫Quick Lime 好,接着呢,当Kalcium Hydroxide再加多些水,再加多些水 再加多些水进去 那这个Kalcium Hydroxide的Solid溶了下水,就会变成Kalcium Hydroxide的Solusion 是吧? 好,当这个Kalcium Hydroxide的Solusion 这个Hitroxide的Solid溶了下水,就会变成Kalcium Oxide Kalcium Carbonate 这个YPBT不用在水,Solid 是吧? 好,接着呢,如果你把这个Hitroxide的Solid溶了下水,再加热 它又进入这个循环,所以看到呢 是一个身身不适的循环 其实这个循环呢,发生在这个大自然的不断 在那些生物里面的骨骼啊,背壳啊,这些里面 接着再经过一轮的加热反应啊 譬如地底深处的熔岩,令它变Kalcium Oxide 接着变Lime Stone,接着又吸回CO2 所以某程度上呢,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它在这里放CO2和吸CO2的一个很重要的 生态平衡的机制来的 它怎样去调控我们地球里面的CO2 这些是影响我们生物的世界的 好,那我们就把上面这个Loop,这个圈 这个Loop,这个循环的Loop 我们可以写作四条的Equation 这些不讲一次了,不慢慢讲 刚才前面那些说得很清楚了 OK,特别的有一条是四条里面最特别的 就是第三条 这条特别在什么呢?就是Kalcium Hydroxide 本来是Solid,这叫做slake line 加了水之后呢,变成Kalcium Hydroxide的Solution 那你有没有留意呢? 它反应前也是Kalcium Hydroxide,不过是Solid 反应也是Kalcium Hydroxide,不过是Solution 所以基本上呢,我把第三条写出来 它的Formula其实没有变成Kalcium Hydroxide,就变成Kalcium Hydroxide 只不过它本来是Solid的东西 加多些水,令它变成Solution 那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第三个Step,就不是Chemical Change 它其实是一个Fiscal Change 将它融入水 所以其实第三步是硬 为了要完成这个圈,硬写作Word Equation 其实它不是一个化学反应 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我们在第二课的Additional Notes 就是Chemical Change和Fiscal Change 究竟有没有New Chemical Form 是不是有没有New Formula 产生呢? 就是说另外那三个 其实就是Chemical Change 如果是Chemical Change 那它们其实就是Chemical Reaction 那如果是Chemical Reaction 其实你就可以写到什么呢? 就可以写到这些所谓的Word Equations 写到Equation 好吗? 好,和你做一条问题 好,In Asian China 原来其实过去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面 其实都一直用 就算没有Chemistry 这些所谓的Science 其实都一直用 我们发现很古代的中国里面 其实已经发明 怎样去用一些技术去游墙 游白油 其实你知道以前那些屋 中国古代很多屋 其实是用泥做的 泥屋一下雨 泥就溶了 就会散 就会坏的 以前很容易坏的 所以那些屋不起得大 不起得高 一定要是平房 又要加些草 草进去 怎样令到那些泥砖 可以耐一些呢? 其实以前就懂得用 这种的建筑材料 就是Slake Line 还记得什么叫Slake Line Slake Line 叫做熟石灰 就是将那只山石灰 Quick Line溶了下水 变成Calsium Hydroxide 的Solid 那当这屋 加了水之后 那是不是变成Solution 加了水之后 就由Solid 变成Solution 由熟石灰 变成石灰水 就是Line Water 其实就是Line Water 原来Line Water 是一个很好的中国古代 in Asian China 用来做一个建筑的材料 做白油 就可以游泥砖的墙 游完之后 那些是Calsium Hydroxide 接着在未来那几天 那些泥砖 油了白色的Line Water 就开始变了 那些泥可能是灰灰黑黑的 就开始变灰灰灰黑黑的 然后慢慢变成白色 那现在它就问你为什么 给你一个显示 就是Solid Line 是简性的 就是它溶了下水 Line Water 都是简性的 就是Line Water 都是简性的 那所以呢 空气有一种气体 是酸性的 是会和这种简性的 Solid Line 或者Line Water 其实State Light 或者Line Water 都是哪种 就是Calsium Hydroxide 就是简性的Calsium Hydroxide 那你想想 空气里面有什么气体 是酸性的呢 空气有什么 空气呢 我们第二副有学的 有N2 有O2 有Argon 这些基本上都是中性的 是不是 那还有什么是酸性的呢 啊 想到只有一种 就是CO2 所以呢 唯一一种 让它和它反映的那种 就是CO2 CO2呢 CO2呢 就会和那种 Line Water 或者State Line 的简性 就反映 就会变成Calsium Carbonate 是吧 出水 所以呢 那奉墙呢 就由Line Water 就慢慢变Milky 是不是 有White PPT 产生了 Precipitate 就是这个White Solid 这个东西不溶在水 这个东西不溶在水 Insoluble in water 是不是 那它在那个泥砖面那里 包到实 下雨都不溶在水 那就没那么容易被雨水冲烂你 那个泥砖那层楼就没那么容易崩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古代的用石灰的方式去建楼 就是去弄一些砖的 OK 所以呢 我先回答一下问题先 所以 那个反映就是Calsium Hydroxide react with carbon dioxide 产生Calsium Carbonate 和出水 最重要就是Calsium Carbonate 再给多一点描述 这个东西呢 是Harder and also Whiter 还有是什么呢 这个呢 就是Insoluble in water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它是一个比较坚硬的一个很好的砖场 可以保持很久的 有时你带日回到中国大陆去参观一些古迹的时候 特别留意一下一些白色的建筑物 白色的建筑物 可能经过这么多年的充势 白色可能都变成灰色 黑色也不出奇 但是你知道有一个背景 好 那中国古代是如何去制造灰水 或者熟石灰的呢 你记得之前是Quickline 再之前呢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 是吧 那些shells 其实有很多背壳 有这些Calsium Carbonate 是吧 那再加上中国很多岩石都是这些Limestone 那这些Limestone只需要加热 或者将那些背壳加热 蚝壳 中国也有很多蚝壳 那些蚝壳 那其实不用中国的 就算香港的榴浮山也有很多蚝壳 所以其实香港榴浮山那边 是有一个古代的时候 是有一个工业 就是去制造一些山石灰 熟石灰 这些这样的灰水 用来做很多建筑材料 做英泥 这些的 好 那另外呢 第五版 还没说之前 我想跟你看两个video 那就去看一看我们 刚才的一些化学反应 不然就只说这样 就没什么味道 好 那首先呢 我跟你看一看 就是一个的 变化的方法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会跳来看的 这些就是那些 那些草叶的 那些草叶来的 那它就 拿一粒来将它加热 那你知道了 这些草叶其实就是 凌鲨卡比尼尔 来的了 那它就首先秤一下它们 因为想着加热 那那就 想着加热 记住这个数字去看 最开始它选了一粒 3.117g 一会儿加热 应该就会 就会再发反应 会脱了CO2 那些气体走人 那应该的重量会轻了 一会儿看是不是 记住 可以抄下它 3.117g 3.117g 一会儿看回YouTube 看回转头 你就知道它轻了 好 接着就拿它去烧它 现在烧它 那刚才你留意它都灰灰黑黑的 那现在烧一下烧一下 它就应该变成 quick line Calcium Oxide 一路脱了CO2 不过不太觉的 现在固体脱了CO2 看不到bubble 不过看到它变成白色 有color change 好 烧完了 熄了火 好净 看 刚才3.117g 现在是多少 1.804, 即是由三點幾變成1點八幾, 輕了成1點幾, 就是走了1點幾克的CO2 其實我們可以去中四就用這些來計算, 計算有多少數量的CO2 這個變成QuickLime, 我們就將它加水, 我們看看 這個CO2, 加水就應該變成ClickLime, 不要加那麼多, 加一兩滴, 讓它形成固體 還有一個固體, 有沒有留意它開始膨脹爆裂? 開始變質了, 好像變成金剛那樣 開始變了, 但它還是固體, 這個就是一個Kalcium Hydroxide 或者我們給一個普通名叫Steak Lime, 熟石灰, 你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它爆裂的時候沒有煙呢? 它沒有煙, 即是放大量的鹽, 然後現在把它溶多一點下水 現在就是買一個在賣水, 先把魚沿 reverse picked from them 把�雜稿就放大量水了, 了解一點點它的進化米 現在就在墨油, 我們把正式水溶很多, この汙也煙出來 這個 有些吹出來的氣,有CO2,看看是否有Termulky 放溫已經學會做了 見到Termulky有些YPPT認成 好,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演繹整個循環的過程 另外,我記得剛才所說的 Quickline,即是Kalcium再加水 其實會放大量的熱,有什麼應用呢? 原來是一個很好的製造熱 用來做懶人包 那些火魔或者即食麵或飯會自己發熱 我在Youtube選了一條這樣的影片給你看看 這是一個飯盒,裡面有些飯菜 裡面其中有一包 看著 它攪拌了飯菜之後 看著一包不能吃的東西 看著 就是這包東西 這包不能吃的東西 其實就是Kalcium Oxide Kalcium Oxide 所謂的Quickline 原來加水變成Sickline 由生石灰變成熟石灰 它會放大量的熱 大量的熱,熱度的程度可以滾水 所以要加水進去 它就會發熱 一會留意一下那個火鍋是會沒有煙的 高溫度高過100度 所以就可以煮飯都可以了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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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在一個洞噴煙噴蒸氣出來 在滾 就煮熟了些東西 所以在一個沒有電 沒有煮食的爐裡 我們怎麼可以有熱的飲品 或者食物 甚至煮飯一餐 原來用這個Quickline 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去製造一個高溫 接近去到100度的水滾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也是 如果我們回到剛才的化學反應 其實就是講這個的反應 就是那個 Kalcium Hydroxyl加水 會變成Kalcium Kalcium Oxide 加水 變成Kalcium Hydroxyl 另外我還想和你看多一個化學反應 就是之前B那裡 就是Kalcium Carbonate 加Hydrochloroxyl 會變成Kalcium Chloride Carbon Dioxyl 和水那個 原來如果我們加些酸 會將Kalcium Kalcium 反應 溶解出CO2 和水 我想和你看一個影片 在我們生活裡 有什麼Kalcium Carbonate 比較常會接觸呢? 其實很多堅硬的 除了癌石之外 我們的雞蛋殼 骨骼 背殼 這些東西其實都裡面 有很多Kalcium Carbonate 那這裡呢 我們就拿了雞蛋 因為通常家人家都會買雞蛋的 那看一下呢 如何去玩的雞蛋殼 為什麼雞蛋有彈力呢? 就是做了以下 本來雞蛋殼很硬正的 現在呢 進行化學反應 那在家裡 你就沒有Kalcium Chloride 如果有很多危險 那些是強水 但是在家裡 有一個比較安全一點的酸 和它反應的 就是用Winegar 醋酸 做糖醋排骨 或者做咕嚕肉 都會用白醋 這樣就比較安全 你家裡在自己的廚房玩 看最後怎樣做 是白醋 那這個雞蛋殼很硬 就是因為有Kalcium Carbonate 當然有其他雜質 在裡面 但是主力也是 看見開始在雞蛋殼的面 就有一些Bubble 那些就是CO2 你知道Kalcium Carbonate 同酸反應會出 Kalcium Dioxide 和水 然後Kalcium Kalcium 就會溶解 最後呢 就堅困的殼 就沒有了 看著 你可以看到 那些Bubble 開始形成為 整個雞蛋 在整個雞蛋 發生的酵 酵的酵 開始形成為 酵的酵 和酵的酵 慢慢地 它 成為 酵的酵 成為 酵的酵 酵的酵 酵 它反應不太快 浸它差不多一天 那就融了 變成裡面的薄膜 那層薄膜 就軟 賴賴賴 我們可以看到 它們是同樣的 所以對它們的酵 很適合 你可能需要 剩下的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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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洗它們 在酵的酵 在酵的酵 你可以看到 這個酵的酵 還可以看到 這個酵的酵 還可以看到 還可以看到 但當你洗它們 它們的酵 是稍微的酵 你可以看到 它們的酵 在中間 洗完 就漂亮很多了 是不是 好像冰冰波一樣 當然沒有浪費的 裡面的蛋 其實煙 沒有了殼 你都可以吃 那你可以回家還 都沒有什麼危險的 不要彈下眼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玩完之後 還可以吃回那隻蛋 我們要看一看 那些蛋 我們會看到 有個威力 有個威力 但是 如果 這 它們 都可以 做得 都可以 很酷 好,考完试可以试一下轻松一下玩一下,好吗? 好,接着我们再说另一个反应 我们发现这些Limestone,我将它变成chemical Limestone就是calcium carbonate,原来是有erosion erosion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腐蝕,一个侵蝕 通常都是很慢的,慢到一个程度有机会是几百万年 原来这些虽然很坚弹的calcium carbonate的岩石 这些岩石经过几百万年可能会经过风吹雨打 化, chemical,或者很多不同的factor影响冰,爆破它 当然我们chemistry比较有兴趣,特别说化学反应 令它会浮蝕了,或者一个风化的过程 那就是一个什么的化学反应呢? 原来calcium carbonate是会和酸反应的 所以有机会产生酸,其实就是carbon dioxide 原来空气的carbon dioxide融入水,比如雨水 它就会产生酸,酸就叫做carbonic acid 如果我写回那条equation,其实就是CO2 react with water,就会产生X2CO3 就是carbonic acid 这个carbonic acid是酸性的,说明是acid 所以它就会和那个limestone的calcium carbonate反应 OK? 它反应的时候,最后会慢慢变成一种 融入水的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这个要特别记下了,这个融入水的 这个本来calcium carbonate很坚困 是不用在水的,但是遇到这个大自然产生的carbonate 就是CO2 and water,那它就会产生融入水的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那这个在我们第七课的翻译 都可以将这两种出现过的氧氧翻译成方式 那这个carbonic acid就没有其他地方学了 没有办法,要在这里里面第四课,这个特别案例去讨 这个反应是会发生,会慢慢腐蚀侵蚀我们的岩石 不过要几百万年了,所以这个slowly很重要的 不是立刻的,不然我们的山都会塌了 立刻就溶了,不是很慢而已 所以有很多status,这些都会经过几十年 几百年就会吃到开始模糊了 但是就由这样的反应产生 另外呢,就刚才说加热都可以的heat 是不是?就是这里说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说什么other factor 那就是可能加热了 所以加热呢,就是我们知道 加热呢,就是我们知道 如果加热呢,它是有机会 变成quickline和co2 而quickline就可以溶到下水 就变成light water 那这些呢,就慢慢就会侵蚀这些很坚困的岩石 本来不溶在水的东西就变成溶在水的东西 那这个过程是慢的,可以吗? 烧很久才可以的 但是何况你也不是烧它 你可能是用太阳晒它 晒它几百万年 有这个过程 这种的风化过程我们叫weathering OK? 那就会把洞拆掉出来,是不是? 去刺破那些很多的雕塑 好,那我们试试practice4.1 那就是preparation of lime water 那就是lime water就是calcium hydroxide solution 那它由什么开始呢? 就是lime stone 你知道lime stone就是calcium carbonate 所以它就由calcium carbonate 就变成calcium oxide 这个我们要懂的 接着就加少许水就变成calcium hydroxide solid 最后就会变成calcium hydroxide solution OK? 好,现在就写word equation 中数了,是不是? 因为不止一个化学反应 step1和step2 step1呢? 那我们就是这个了 是不是? step1呢? 就是calcium carbonate 加热变calcium oxide和carbon dioxide 那别人说要word equation 你就不可以写formula 就是不可以写 不可以那么方便 所以如果考试呢 就要小心了 考试别人说word equation 就一定要写word OK? 还有不可以写 如果写equation 不可以写quickline 这种字 quickline 不是一个chemical名 是一个common name 要写calcium hydroxide 那些chemistry的专有名词 OK? 跟着step2呢? 就是这个quickline 就是calcium oxide 加水变calcium hydroxide 所以calcium hydroxide 加水变calcium hydroxide 又是不可以叫 这些common name 这些花名的东西 不可以说quickline 加水变state line 这样的就不可以 不可以叫word equation 好,跟着 describe what would be observed 如果水滴下去 一些quickline 那刚才看了影片 那它就会放大量的热 OK? it will produce a lot of heat OK? 那所以呢 你用这个phermometer 去量一下 temperature就会上升 好,另外C Describe how steak lime 是吧? calcium hydroxide 的solid 如何变成line water 即是第三步呢? 是吧? 很简单 再加多些水入去就可以了 Add more water 当然啦 我们可以写得最好些 如果在实验室里面 如果想做一些干净的制成分 我们用的水就不要用 不要用tack water 水喉水 因为水喉水其实不干净 那你就要记住要用什么呢? 用distilled water 或者用呢? 我们的实验室通常都用deionized water 那都是经过了一个filter 隔走那些锅 所以deionized 就去除了里面的锅的杂质 令到它是一个干净的水 那distilled water也是用蒸流的方法 发出干净的水 是吧 好 最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chemistry的本位 我们很喜欢做测试 那我们今次主角就是 Calsium Carbonate的测试 如何去测试Calsium Carbonate 如果你根据第三课我们学 我们不会一个测试测试了整个东西 我们就会有一个测试测试前面Metal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测试测试后面的带库 这个Calsium大正有一个测试Carbonate 就有另外一个测试 那究竟我们怎样知道Limestone Chalk 或者Marble里面有这一种东西呢? 那我们就要分开两个测试做 第一个测试就是测试Calsium 那我们上一课 第三课就用一个frame test 那我们就量到result 就有break rate frame 那就知道有Calsium了 所以用frame test 根据break rate result 你就知道里面有Calsium 很简单 那这里不如我们温一温 我们很喜欢考试procedure 就是how to perform frame test 那还记不记得chemical 和那些火 和结果呢? 所以首先第一印 你要dip一个plantium wild 或者可以用nicorn wild 都可以了 另外就要用一个很重要的很危险的 就是concentrated hydrochloric acid HCl 亦都可以用化学符号 接受你的concentrated hydrochloric acid 好 用这东西点 然后点湿了之后 就hide你的sample 是不是? 你的sample就是一只粉末 是不是? 例如有枝nicorn wild 或者pantom wild 然后你有些sample 在这里 那就点它下去 然后就放在火上 什么火呢? 那就要写non-luminous flame 或者用blue flame 按照接受你 好 最后你要看什么呢? 你就要observe the color of the flame 是不是? 或者the flame color 好 好 最后见到result 就是black red flame 这个砖红色 这样就可以证实有calcium的出现 好 接着如何测试 另外的carbonate Iron CO3 我们之前有说过 原来他遇到酸 这个大率的hydrochloric acid 原来他会产生一只colorless gas 那就是CO2 OK 而我们怎么知道那种气体是CO2 当然我们方温鱼一学 就将它引入light water 而它会产生white ppt percipitate 那就是会milky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CO2 那透过推上推 推到CO2 再推回头那个是carbonate OK 那我们就要写到这条的反应 是吧 Calcium carbonate加hydrochloric acid 会变成calcium chloride carbon dioxide and water 这里本来前面就是一个化反应 和hydrochloric acid反应 但是来到这个化反应这个位置 它就变成一个用途 就是一个测试 那你就将hydrochloric acid去测试carbonate 那如果它会出一种透明的气体 Etherent light water milky 那种就是CO2 透过CO2推回头 你就会知道那种是carbonate 那我们就之前和它翻译了formula 这里不多说了 那如果那种透明的气体 那种气体就是之前说的colourless gas 我清一清画面 那种气体就是这种透明的气体 前面看过这种 那这种就应该是CO2 你就可以turn light water milky 那你就可以知道它是CO2 那你就可以推断它应该就有carbonate 那条公式就是calcium hydroxide 不要写light water 很多人都很喜欢写light water 如果说equation Word equation 你不可以写light water 你要叫它做化学的名字 你要叫它做calcium hydroxide 如果Word equation就写名字 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calcium hydroxide 是吧 那Calcium hydroxide呢 Calcium hydroxide 那就加加carbon dioxide 那应该呢 中三我主要都是要你写Word equation 因为我们未学到写balance equation 最多是翻译formula 所以呢 那应该会变calcium carbonate 这个就是Word equation 这个就是Word equation 这个就是Word equation 好 清一清画面 我要你画到这一幅图的 那你就要告诉人 我想测试个sample 加了大率hydrochloride exit 接着你有一个delivery chip 然后引入light water 画一两个bubble 对不对 那最后我希望这个会turn milky 对不对 那你画这幅图就可以了 你就不要画 就是不用画到那么漂亮 或者手那么复杂 不过我给你一张照片看 看个实物 那你要留意 这里呢 要有stopper 但是呢 小心了 这里不要加stopper 否则两边的stopper 一出气就会爆了 所以这里不要stopper 这里要 要不然呢 你会画错 通常我改捐的时候 很喜欢考这些 那些同学经常就是画错这个位置 所以小心 所以就要画到这些 这些呢 通常我考就是要画Label的Diagram ok 所以你要Label 这个是sample 这个是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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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Light Wa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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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拿满分的了 所以这个是Light Water 那最后Termilky 就因为产生一只 不溶在水的Calcium Carbonator 好 我们做完这一条 就要看它 A reaction bottle containing light water was left in the air Air呢 你知有什么 Air有N2 有O2 有Argon 有CO2 这些嘛 好 它说Light Water 是什么 就是Calcium Hydroxide 那放了很久之后 发现在瓶的瓶口 这些瓶口里有很多白色的Solid 那它就问你 是什么 解释一下为什么 写了Word Equation 那其实你想想想 倒完之后 可能有一两滴的Calcium Hydroxide 产生 它也不至于是 是白色的 那怎么样 它提了水 它放在空气里面 空气哪一种气体 会跟Calcium Hydroxide 反应 那这些当然不会反应 是不是很稳定 是这种的 Carbon Dioxide 那所以呢 其实就是因为 它跟空气的Carbon Dioxide 反应 是不是有点像前面 我们说中国古代 那些油灰水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那些灰水 油灰水 就是以前用灰 那些石灰水 来油墙 会跟CO2反应 是不是 除了令到墙壁 变白些 和坚硬些 之外 其实我们的瓶 Light Water 如果倒到周围 你放它一天两天 它会慢慢 和空气的CO2反应 就会产生CALC CALC CALC 所以你要告诉大家 那种 Y solid 是什么 所以你要告诉大家 Y solid 就是CALC CALC 你可以写 formula 对不对 对不对 接着写整个equation 因为他说要写Word Equation 那你就不可以写 formula 不可以写翻译 一定要写英文字 那你千万不要在Word Equation 写Light Water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不是chemical name 而是CALC Hydroxide CALC 就变成这个 如果别人说Word Equation 那你就不要冷静地写这些 chemical formula 虽然这些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别人考试的要求是Word 那就不可以写翻译做方表 就一定要写英文全名 而且要写chemical name 就不可以写common name 那我们做了example 4.1 A student heated anhydrous 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那你知这个二正这个负一 所以它的formula是什么 2比1 约到最近交叉极位 那应该它的formula 就是CA bracket HCO3 这种是没有水的 不是干那么简单 而这里不会在清体里面 是贴任何的水的 ok 所以这个formula是干干净净 干净净是这样的 正负氧黏就行了 那他说这种东西 就下面 就原来这个东西你不要识它 是吧 不过你知它溶在水 附近前面有提过 K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是soluble in water 是不是有些同学说 在哪里说过 看着看 第五版本记 第五版本记说过 这个K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是溶在水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种东西是溶在水的 soluble in water 所以呢 这些东西是见过的 好 回来我们这条 懂得揭笔记 都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这种东西呢 那这次没有加水去溶去 这种东西呢 直接加热 那我真的不懂反应 不要紧 它给你 加完热之后 会产生Kalcium carbonate 产生water 和CO2 好 那我 职业病 我忍不住 我就会翻历它 那它其实没有要求我翻历的 其实 好 那 就 原来 就会变成这样的东西了 好 那现在他告诉我 原来将这种东西加热 是 这里告诉我 会产生CO2 这种气体的 OK 好 现在呢 我们想 就告诉我 用了 light water 去测试 其实不说都知道的 是不是 你知道 晒晒晒晒已经学了 是不是 就是用light water去测试 好 现在就叫你 complete 用light water测试 这一幅图 好 这个加热 这种 Kalcium high-tune carbonate 这种 就会 decompose 它就会 飞一些 CO2 出来 这种气体 是不是 另外呢 就剩下些什么呢 它会剩下 这个 Kalcium Carbonate 因为加热 这个 所以应该 那些水 都会变成水蒸气 Vapor 走出来 Kalcium Carbonate 通常很高温 Botting point Melting point 就飞不出来了 通常这些 Monocule才飞到出来 OK 好 那就画一幅图去 那你怎么可以 一些light water 怎么摆 如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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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要画成这样 那你那个 Kalcium Carbonate 就会留在这里 接着你就会 走 是不是 画一两个测试 那你 CO2 和水 所以CO2 就会变成 Milky 第二 Carbon Doxid gas 就变成 Milky 叫你写Word Equation 解释 为什么Milky 那你就要 告诉人 Carbon Doxid加 Kalcium Hydroxid 就会产生 Kalcium Carbonate 和水 那当然这个 其实就是 Insoluble in water 是不是 In water 那这个 就是 white percibility 所以 看下去 这个就是Milky 好 那 记住 那句 如果 别人叫你写Word Equation 这些 不要翻译 做formula 也不能叫它 Line Water 一定要叫Kalcium Hydroxid 的专有名字 OK 好 最后 Describe一个Test for Water 因为它同时会出水 是不是Line Water 就测试CO2 那水怎么测试呢 那 那就讲完那个测试 那我们上一科学的第三科 How to test for water 你就可以用Cobo2 chloride paper 是不是 或者用Anhydrous 的Couple 2 修肥 我不是很满意的答案 因为呢 我们应该要呢 就用Dry 的Cobo2 chloride paper 是不是 你要用Anhydrous 的Couple 2 修肥 的powder 麻烦背背 整套 第三科 笔记讲的 OK 好 那接着的result 就要告诉别人 blue to pink 如果有水 另外一个呢 就会white to blue 如果有水 可以吗 那这些 加上Powder 是不是 那这个呢 就告诉别人 Dry 的Cobo2 chloride paper 就会turn from blue to pink 那就应该就测试到有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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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一些的例子 好吗 那第八页 第二条 第二条的M4 看我们怎么考 好吗 Unreactive metal fine uncombined metal in the earth 如果你留意 筆记呢 我们有说过 其实就 有两种 Metal 是很喜欢的 一种就是gold 另外一种呢 是在筆记里没有特别强调的 其实是penteum 是silver呢 silver呢 silver就一踢一踢 偶尽 但是有时候都找到 跟metal oxide 就是跟oxide产生 silver oxide 但是这两种就最稳定了 这两种就一定是uncombined metal in earth crust 那看看下面呢 只有一个选择的就是gold 是吧 而其他的呢 基本上都一定会变成 compound的了 所以哪一种metal 是fine uncombined in the earth crust 那就是说它是什么 它是element 存在 在地球 是一个free 的element ok 那在筆记第一版 已经说了 第二版 又有说了 好 接着第三条MC solid axis is heated shown 接着用gloving spin relight 会relight 就是o2 氧气 暂时说 你就是吃一只会再燃 好 那有什么东西会掉 呢 根据第二版的筆记 你发现呢 就是有两种东西 是加热会hitting alone hitting alone 是会decompose 会有decomposition 会出氧气 那一种就是mercury2 oxid 一个就是silver oxid 就是me2 和me3 那两种 就只加热会出氧气 就会出氧气 和氧气 就会出氧气 就会出氧气 ok 其他那些都不会的了 ok 所以呢 哪一种是呢 只有这种 就是silver oxid 是吧 因为没有mercury 那种 所以这种 或者这种 所以呢 所以你开始 做完这条MC 你开始知道 这种其实就是silver oxid 是吧 或者是mercuryoxid 也可以 加热会出氧气 那就可以令到这里 relight ok ok 第四条 many metals can be extracted from the oxid 那当然是metaloxid 是不是 那就是他们的metaloxid or by heating with carbon 还记得到第二版笔记 有四种metall ox 是可以用carbon reduction的 那四种是哪四种metall呢 就是星 是吧 就是iron 就是赫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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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磊 就是赫磊 就是赫磊 那两种东西就不行了 couper 就是赫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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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paste2的最顶的top5 最顶的五种 那五种metall是什么呢 就是potassium sodium kalsium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manyxium 和aluminum 这五种东西一定要用电解才行的 Electrolysis of molten ore 对不对 你这样做一下mc 你就知道我这笔记怎么考 就真的有些位要背一下 所以你要背一背 那个五四二一 那十二种东西的组合 四个可能性的提炼方法 好 下面哪个statement 关于limestone 就是calcium carbonate 这句说话是正确的 那你发现就是 第一它是calcium carbonate 主要是正确的 另外它溶在水 这句说话是 它溶在水 它溶到去light water 那就错了 是吧 它不溶在light water 如果溶在light water 就不会有milky 是吧 那它会有golden yellow 也是错了 因为它都没有sodium 是吧 它只有calcium 应该是black red 是吧 另外就是 会不会有white precipitate 呢 当加这个hydrochloride 是不会的 hydrochloride 遇到calcium carbonate 反而会溶回 产生calcium chloride 就是水和CO2 会溶回 所以也是错了 所以答案就是a 主要是calcium carbonate 当然它还有其他雜質 是一个mixture 主要是calcium carbonate 这个成分 好 接着是第六条 第六条 第六条 就是calcium oxide 是对的 那calcium oxide 是steak lime 是错的 steak lime 应该是calcium hydroxide 的缩力 这个应该叫做quick lime 这些呢 就是一次生两次熟 这些做多些 OK he'll give colorless gas when heat is strongly 也是错的 calcium oxide 加热呢 是没有东西看的 不可以再变了 是吧 calcium carbonate 加热就会产生carbondaloxic 所以这句说话也是错的 好 第三呢 它可以neutralize到泥土 那这句说话是对的 因为calcium oxide 其实是会和酸反应的 对的 OK 那当然calcium oxide calcium carbonate 都会calcium hydroxide 其实都会和酸反应的 那可以 那因为它们是同出一切 那些岩石 那些都是有简性的特性 那这句说话应该是对的 好 最后呢 adference adference 就是有不暴灵 有气泡 OK when mixed with 大律 hydrochloric acid 这句说话是错的 calcium oxide 加 HCl2 厌迦来说 它有反应的 但我们没有学的 所以应该就不懂 但是你唯一懂的就是calcium carbonate 加hydrochloric acid 会出CO2 X2O 和Kalcium chloride 你只懂这个 其他那些暂时不懂的 所以就不要混乱 是carbonate 才会出气 adference 所以这句说话也是错的 所以the answer should be see 好 第七条 加几滴的cold water 水进去一个calcium oxide 这个是quick line 如果calcium oxide加水 其实就会产生steak lime 还有会制造大量的热 可以连个饭盒都煮熟些饭 记得那个 是吧 那个video 所以去描述这个Change 这个chemical change 加水进去 首先steam is formed 是对的 因为放热 放热 将你加的水 如果还没反映完 水会高温到100度以上 蒸起 是对的 要选择不对的答案 所以A不是答案 第二 white powder 产生亦是对的 因为出来的steak lime 熟石灰 亦都是白色的粉末 还记得 刚才看到的video 就是那些东西的quick line 水进去 它会膨胀爆裂 爆一下爆一下就会粉末 是吧 另外 lumps of calcium oxide 会困难 这个说话就应该最离谱了 这个说话应该错 应该C就是答案 因为你加下去一定是放热的 哪会冷了 是不是 不是因为用水淋湿了 而是越加水越热 它进行反映 是吧 好 最后caosum hydrosa is form 是对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steak lime 熟石灰 再加多些水 甚至它会变成light water 所以答案是必须 好 第八条 Compact X就是anhydrous white solid 知道是white solid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都是white solid 里面是没有黏着任何水 当它加热的时候 white solid 就放一些白色的vapor出来 不是白色 是colourless的vapor which condense to give colorless liquid OK 好 upon further heating 再加热的话 就有个colourless gas 就产生了 所以它开头加热 再加多些热 其实它就出了两个东西了 是吧 Living the white solid residues 请问这个是什么 是吧 如果有个compact X 加热之后 是吧 那它会变成最后一个residual的white solid 是吧 接着它说最开始出现了一些vapor 最后会变成一种液体 是吧 colourless 即是有一种东西加热 是会脱三种东西出来的 是吧 那有什么会是这样呢 那你发现第一种如果加热 它只能脱到 calcium oxide和CO2 那它就脱不到 colourless liquid 是吧 所以应该A就不是答案了 我们没有学过有任何反应 是吧 calcium oxide加热 也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呢 这些都是没有的 是吧 不能再脱掉了 所以应该说的是 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那它就会产生什么 就会产生 calcium carbonate 会产生水 和产生CO2 所以colourless liquid 应该就是那种水蒸气 然后应结 这个就是这个 CO2 那我说脱尘双双双在哪里学的呢 刚才做了一条的练习 就是这条练习 第七版这个 是不是 就是这个反应 是不是 那这个反应 就是在这里才看到的 那有时候我们的例子 都是笔记内容 那你就认一下 好吗 好 接着 做一下这些练习 你就知道了 不要只是读笔记 背语 你考试看不明白我份卷的 好 using limestone 那你知道主要chemical 是这种东西 那可以做什么呢 那这些 哪会用来做碟滑水 是第三货的东西 海水电解那些就会 那可以做 那可不可以做semen 是可以的 建筑处理 fetalyzer那些 通常是ammonia 是第三货的东西 就不跟calcium carbon 那些东西 肥皂就是用sodium 那是第三货的东西 对吧 这个是第四货 对吧 所以答案呢 就是semen 好 第十条 in an experiment marble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都是calcium carbon 主要的chemical 那heated boiling chip 加热 那你知道 加热 当然 quickline 和出co2 那产生的气体 那当然就是co2 应该是吧 那pass through light water 好 现在问你是有对的 那当然呢 首先你的marble 就是有calcium carbonate 所以呢 你加热的时候 它会变成break red呢 它会不会break red 加热 但是要留意 它在一个boiling chip里面加热 它不是在frame test里面 是不是 它不是frame test 它是在一个boiling tube隔着火 是不是 所以呢 你未必见到 所以这句说话 会有break red frame 其实就小心 都挺艰险 这条其实是公开试的2018年考的题目 所以在frame test 就会 但是现在不是frame test 这个是一个boiling tube 是一个boiling tube 是吧 装着它 来烧 那怎么能看到火 出到色 是不是 都不能接触到火 直接地隔着 boiling tube的玻璃 所以这个呢 就不对的 好 然后第二个 light water 会turn milky initially 然后最后呢 会产生 cut less solution ok 那这个呢 就对不对呢 这句说话呢 要留意呢 就是 它会产生co2 嘛 那其实呢 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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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calcium carbonate 就是出水 它会产生milky 第一句说话是对的 会产生milky 但是它说 后面呢 就会慢慢变回一个colorless solution 那 我们在这份笔记里面 有一个珠丝马迹有说过的 就是当你继续bubble CO2进去 你这个CO2呢 其实就会 和里面的水反应 就会变成carbonic exit 你这个carbonic exit 就会 和你那个calcium carbonate 反应 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 最后就会产生一种融在水的 哇 真是很深 是吧 就会产生calcium hydrin carbonate 这种融在水 所以第二句说话 其实都对的 这个和我打五粒星 那其实你发现我说的第一色 第二色第三色 在第四课的笔记 其实都出齐了 那不过呢 我们给你一个情景 这个情景 在这里来说 可能你第一次见 你做完这一条之后 打了五粒星 以后再温度 原来你一路吹 carbonic acid 进去 吹久一点 吹多三倍时间 你会发现 最后又不见 那些Milky 的YPPT 变成colorless solution 所以这个 这个 以后我们在实际上 玩一下 好吗 第三 就是marble 是可以用chalk 去取缔的 也是对的 因为chalk 都是calcium carbonate 对吗 marble 所以化学反应 烧它 一样出co2 所以这句是对的 所以二和三都对的 the answer should be 多了 OK 好 第十一条 In the experiment Calcium carbonate was added to the test tube of dilute hydrochloric acid OK Which of the French statement is correct 那你知道 Calcium carbonate 加 hydrochloric acid 就会变 Calcium chloride 变成水 和出co2 是吧 那我们读camp 都不写这些formula 那就 你就写到首币的了 写英文名 好第一 ad for instance 就是说有些 不暴灵的气体产生 如果准确一点 应该告诉别人 这个字 是比较少用 好像很难串 但我觉得这个字 也不太好 其实最好 就告诉别人 是有colourless gas产生 因为colourless gas 说起来那只气体是没有色 ad for instance 只是说有气出 没有交代它是什么色 所以有机会我不给分你 公开试写ad for instance 未必会给分你 一定要说colourless gas 这句话是对的 因为真的有气产生 那只气还是colourless gas 其实就是CO2 第二 那只Exit 会变成Milky是错的 因为这种东西 我们看过 是会溶在水的 Soluble in water 第三 就是Calcium chloride 会产生 这句说话是对的 就是这种东西 Calcium chloride 会产生 也是对的 所以答案就是boil 12条 which of the frank statement about state lime is or correct stake lime 其实就是Calcium hydroxide solid 好了 当你在frame test 消去有Calcium 所以有break rat frame 是对的 第二 它是Calcium oxide 是错的 它应该是Calcium hydroxide 就是 下跌多些都会白蒙蒙的 就是saturated 所以答案应该就是A only 那你查回笔记 你要查回笔记的第四页 第四课笔记的第四页 在笔记里面 它是如何描述它 它是第几点 上面的第八点 第八点 它用slightly soluble 这个字眼 所以读我的笔记 出笔记的原因 就是chemistry 要背东西 背得很仔细 所以我透过笔记 希望将些东西集中 和列到一点点 让你容易找它 和背它 OK soluble in water OK soluble in water 接下来 What is the uses of limestone 是吧 那么limestone可以做chalk 做粉笔是不对的 可以做玻璃是对的 是吧 可以中和泥土 这个系列也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答案就是C 13 好 接着十四条 下面哪一个reaction 会产生carbon dioxide gas 好 第一 燃烧煤 那些煤 是由碳组成 燃烧的时候 它是会产生CO2 是对的 OK 好 第二 heating quicklime strongly quicklime 就是calcium oxide 如果加热 是不会产生CO2的 因为都没有C 那些C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 所以不能再掉了 所以第二句是不对的 好 第三呢 就是sodium carbonate 加hydrochloric acid sodium carbonate 加hydrochloric acid 那会变什么呢 那我们发现 凡是carbonate 记得我们说过 carbonate的测试 就是加hydrochloric acid 大率的时候 它会产生carbonate 大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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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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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好,十五条,下面哪一个reaction呢?是会产生white precipitate 第一个就是加热的sodium chloride strongly 你发现sodium chloride固体来的,是白色的sodium chloride的solid加热 那你烧盐,烧完之盐也是盐来的,没变的,没得再掉的,里面的element没得再掉的了,它又不是由几个element组成拆烂 carbonate都说有机会掉了CO2出来,chloride没得再掉的了,chloride和sodium没得再拆烂 所以就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再加上根本就是solid,什么才有所谓的percivity? 就是本来一个clear的solution,接着它突然之间产生一些insoluble的,那些才叫做percivity 所以它是不是起点一定要有一个solution先,根本你sodium chloride又没有说是solution 那我一定理解为solid,那连solution都没有怎么退出沉淀物出来呢? 所以第一一定不用理它了,第二就是拌均匀sulfur nitrate落海水,sulfur nitrate里面有sulfur iron和nitrate iron 海水有很多东西,不过最主要就是sodium chloride,记不记不记不,chloride遇到sulfur iron呢? 遇到sulfur iron呢?其实就会产生这个不溶在水的sulfur chloride,insoluble in water 是不是?两个都是equal solution呢?就符合这个clear solution,接着产生一个不溶在水的sulfur chloride 所以第二是对的,好,第三,quickline加它的hydrochloride quickline就是calcium oxide加hydrochloride 这个有什么反应呢?基本上我们没有学过这个反应的,是不是? 这个我告诉你,其实这个就是calcium 遇到chloride会产生calcium chloride 而O遇到H就会变成水,其实是一个中和反应,会出sulfur only 我们前面有学过,calcium chloride是溶在水的,所以它是不会有PPT的,不会有白色的PPT 所以三又不行,所以the answer should be two only 好,接着最后一条MC,下面哪一个process would a colorless gas 会产生呢?第一个,Electrolysis of sea water,即是涉及concentrated concentrated的sulfur chloride的电解,这个其实是第三货学 第三货最后,那你知道它会产生什么呢? 它会产生X2,会产生corine gas,还有产生sulfur 所以它说,哪些会产生colourless gas? 你发现Hitrine gas就是colourless gas 绿气就不是,绿气其实是绿色的 最早期绿气的绿是用绿色的绿气 不过后来呢,中国人呢,就现代的化学呢 就将这个绿色的绿,就加上个气体保守 就变成了这个绿气的绿 那其实绿气是黄黄绿绿的气体来的 所以它不是colourless gas 不过有Hitrogen已经够了,Hitrogen已经是一只colourless gas 好,第二个Hitting limestone strongly 那你知道limestone就是calcium carbonate的chemical为主 加热就会变成calcium oxide 和会出CO2,CO2就是colourless gas 所以第二个也是对的 第三个,sulfur oxide 那么sulfur oxide呢,就加热会怎么样呢? 那你记得第四货的第二版的桌子 就是有两个methyl oxide加热会变成methyl oxide 和会出氧气 氧气也是colourless gas 所以三个都会变成 这条呢,跟我打五粒星 这条呢,哇,第三货也有,第四货也有 还有出那些东西呢,是用一个气体的角度反映 是不是?其实说真的,你这么多课不记 其实说真的,由第一课到第八课 这次的final exam 其实我们考得最多有equation 是不是?有reaction 我们chemistry最有兴趣的chemical reaction 其实说真的,考得最多的就是第三课和第四课 其他都没有的,其实没有什么方法反映 所以呢,我们唯一密集的就是第三第四课 也是我选择在中三最后才教的第三第四课 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学了的五六七八 学了它的formula如何去写之后 去到回头第三第四课的方法反映 我们就可以翻译它做一个formula 写这些equation 好,这样呢,这些就一定要做完它 后面那些,我也都在google classroom 发放了答案给大家 好,那我想最后选择一条 作为我们这个video的总结,好吗? 我想选择二十三条三个手指公 用这条去做,好吗? 他说,a student investigate a composition of mineral 这样说,开场白话听 有个学生要去研究一只 sample 那他就怀疑 suspect that mineral contains calcium carbonate 那他就做了两个测试 第一个测试呢,就做frame test 第二个测试呢,就是测试carbonate 是吧?我们笔记都是这样学的 好了,首先describe 究竟how the student carry out the frame test 第二呢,the state of color you would expect to observe 如果它是calcium 那这些都很明显 前面笔记都说了n那么多次 那如果你要描述frame test 你要告诉别人 用的wild是nickelwild 或者你要告诉别人 是plantinum的wild 对不对? 小心啊,plantinum 如果你串名 留意它不是nm的 是nm的,um不是ium的 或者你写formula 我都会接受来的,pt 好了,要用的chemical就是concentrated hydrochloric acid 或者你写成这样的样子 我都会接受你 就是concentrated hcl 都ok的,知道吗? 好,接着另外的火要强调是non-luminous flame 或者是blue flame 我都会接受你 好,接着你要讲那个结果了 当它烧的时候就浸点烧 是吧? 浸点烧 接着呢 就浸点这个东西的sample 下去黏你的sample 所以你不可以不浸点你的sample 黏上去的 接着呢 就放在non-luminous flame上烧 是吧? 如果讲得仔细一点 就是最热的火 最热的火 应该就是tip of the blue flame 是吧?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不讲也不要紧 最重要是刚才我讲的那些non-luminous flame 好,最后要告诉大家 你看些什么 就是observe the color of the flame 这些是重要的 ok? 这样就 好,接着就 如果写得好 就给你一个communication mark 就是有时候 那这些 你看一下marking scheme 好,那如果它是calcium 你看到什么呢? 就应该看到break red flame 那就拿换分 好,接着是b 测试Carbonate 哇,这么好的 应该自己写的 就是用大率hydrocorrect access 那当然 如果要你写 你写大率HC 我都会接受你的 好,因为我们读camp 当然写 formula 好,Name 一定是英文全名 The gas form If the mineral contains carbonate Carbonate 遇到hydrocorrect access 应该就会产生 产生什么呢? 就会产生Carbon dioxide 一定要给名 因为它题目是name 所以不可以写CO2 虽然欧sir很喜欢你写方便 但是如果我说name 就不可以了 好,接着第二 Describe a task for identify the gas name in one 因为买关子 是Carbonate 你提供怎么测试 那就是CO2 跟着 其实后面不说 都要说的 就是要说有什么结果 如果真的是Carbonate 那你就要说用light water 是吧 接着把气体进去 接着会转入 如果我考虑 我甚至会叫你画一个 Label Diagram 行不行? 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叫你这个 我画给你这个 这个就要有个stopper 这个就不要有stopper 伸下去 是吧 做几个bubble 是吧 这里就有些sample 加了一些solution 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sample 混入了hydrochloridex dilute 是吧 接着这个 你识一下叫一种 儀器名 这个L型的tip 叫deliverytip 这个就是light water 可以吗 那写完这些 你就拿满分 连幅图都適合了 OK 那也总结 我们要考虑 到最后的final exam 用心去读好 OK 今天到这里 我们以video 我们的所有东西 就在google classroom 沟通联络 那你们如果要收chemistry 呢 final exam 出来的成绩 不是看分数 可能你是不合格的 但是 就要看明次了 你们chemistry 要在全级排名 是首75位 就应该 在中四开始收champ 就能够办 否则 我建议你 就不要收champ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那我特别提醒你 最后 做这些assignment 这些对你来人的考试很有帮助 OK 那也都发放了档给你了